第401章 人世间 好热闹的神通 不可能 这是方神秀脑海中的第一个想法 他可以接受陈洛以同样犀利的神魂术法 将天理判印崩碎 也可以接受陈洛硬抗下天理判印来进攻自己 但是 天理之印直接消失了 这不可能 崩碎一道术法 只要你比他的力量大就可以做到 但是直接让一道术法消失 那必须要了解构造术法的道理 然后用完全对应的道理 构成一道术法 才有可能做到 刚刚的感觉 就是三枚天理判印消失了 难道 对面的那个人 掌握了破解方家学问的道理 这不可能 方家的家学 是集儒家之大乘的学问 也是儒门公认最容易丰盛的学问 不可能有破绽的 如果一定要说原因 那只能是自己太弱了 方神秀陷入了恍惚之中 他是谁 方神秀 从睁开眼睛开始 他就一直是同龄人的佼佼者 人们看得见是他占取家 占邹家 一路占无不胜 但是看不见的呢 那是他在秘境中 一路披荆斩棘 从方家这一辈无数优秀的天骄手中 抢过了神字封号 或许在人们眼中 他只是出彩了两场争夺战 但是在方家秘境 他已经出彩了26年 正是这种过往的经历 造就了方神秀强大的自信 而也正是这种自信 又反哺他 成就了今日的成就 可是 今天他要面对一个问题 到底是方家的道理弱 还是他本身弱 这一刻 方神秀觉得有无数人在对着自己说话 刺耳的嘲笑和高昂的颂歌 同时在脑中响起 似乎有无数人对着自己指指点点 陈洛望着面前脸色不断变化时 哭失笑的方神秀 也是一头雾水 我就是用天赋神魂之术 吸收了你的神魂攻击 你就被反噬成这个样子 看来这方家的神魂法术不行啊 几乎同时 远处的方家大如 脸色骤变 出行之时 方神秀之父 曾经再三与他交代 方神秀走的是方家刻意安排的无敌之路 这条路只要一路无敌 直到求索都不会出现瓶颈 即便丰盛 也大有希望 这次出来 一是要为方家扬威 二 也是要借几大世家豪门卫磨刀石 养一养方神秀的无敌意 为他未来几年冲击大如做准备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上陈洛 自己若不插手 圣苗要夭折了 方家大如看向一副半睡不醒模样的浪妃仙 开口道 浪大先生 两家恩怨 与幼子无关 神秀是我方家的圣苗 也是人族的天骄 此战 我方家任父 还请阁下高抬贵手 让我带神秀回去 浪妃仙瞄了一眼泪台 轻笑了一声 如此惺惺 难成大器 只是 他与我小师弟的斗战还未结束 我可以让你传音 劝他自己认输 否则 你在斗法之中敢动一步 我现在就灭了你 浪妃仙说到最后 浑身的浩然正气 仿佛化作了一柄尖锐的利剑 剑尖直指方家大儒的咽喉 方家大儒的喉咙一动 朝浪妃仙拱了拱手 再次宁应呈现 传音方神秀 不过这一次 浪妃仙并无阻挡 是我太弱了 不 我不弱 是我方家太弱 不 我方家是人族第一世家 那哪里出问题了 难道是对手太强 是 一定是对手太强了 他一定是修炼了上百年的大妖 他是用强大的妖力 迅速崩碎了天理叛应 因为崩碎得太快 所以我才有术法被瓦解的错觉 等我再修行几年 一定就能轻易战胜他 是的 一定就是这样 方神秀脑中不断有念头闪过 他终于找到了最合理的解释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的文工停止了坍塌 似乎有一股力量升起 让他的文工再次处理 是了 自己才修行二十多年 怎么能比得上一位百年大妖 不过对方百年修行 也才六千里的灵静 真是可笑 再给自己两年时间 击败对方必定轻而易举 方神秀深吸了一口气 今日之败 他将刻骨铭心 这一刻 方神秀感觉到自己的心境得到了升华 就在此时 方家大儒的传音 送入了方神秀的耳中 神秀 速速认输 你对面的人 是竹林陈洛 他是要借机拔了你这株圣苗 武道之主 不可以常理夺之 不要和他纠缠 老夫这就带你返回族中 一道传音 犹如一道响雷 在方神秀耳中乍响 对面的人 是陈洛 终于 方神秀看向陈洛 不可思议地开口问道 是陈洛 陈洛一愣 这个方神秀 到底什么毛病 自己的身份 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在下流东晨 陈洛淡淡回应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陈洛 方神秀猛然大喊 随即 他又想到了什么 看向台下之人 指着陈洛 问道 你们说 他是不是陈洛 石乐智第一个喊道 吴侯不是东苍城吗 你面前的是柳东晨柳公子 众人反应过来 连忙说道 是啊是啊 他是柳东晨 方神秀猛然看向远方的天空 正是那方家大儒的方向 似乎要找到一个答案 那远处天空 一道蛇站春雷传来 秀 不要听他们胡说 他就是陈洛呀 老夫现在 是被竹林的浪大先生拦住 你觉得呢 方神秀再次转过身 看着陈洛 眼睛都快滴出血来 正打算再推辞一番 耳边突然传来云丝摇的声音 小师弟 承认 陈洛文言 连忙挺起胸膛 点了点头 君子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方才玩笑而已 方兄 在下正是陈洛 陈东流 方神秀瞬间感觉五雷俱顶 他望着陈洛 难难道 你是陈洛 你怎么会是陈洛 之前在秘境中 他就听到了陈洛的种种传闻 不过彼时他不屑一顾 什么武道 什么俊才 说到底 不就是一个 连通独天赋都没有的 三千里小修者吗 对他而言 三五十年后 一口气就能吹死 即便出秘境时 得知陈洛开出了 六千里通天路 他也知道 自己赢下陈洛 轻而易举 他心底就有一个计划 等打完崔家 他会往东苍城 发一封战铁 毕竟他现在也是六千里 虽然以五平打六平 有些占便宜 但是再过数年 他恐怕已经可以冲击大炉 到时候 再来找陈洛的麻烦 就是以大欺小了 他心里已经想好了 到时候 自己封锁五成的修为 绝不占陈洛的便宜 他要让世人知道 五道在方家面前 不过如此 可是 面前这个人 怎么可能是陈洛 比近身 他被一拳打飞 比神魂 他的术法被 瓦解 他不止一次幻想 自己以五成修为 如同圣人解题一般 碾压陈洛 将世人追捧的五道之主 像只蚂蚁一样 踩在脚下 他不止一次幻想踩着陈洛 他将一步步走向 那至高的圣位 可是 他 怎么能是陈洛 方神秀仿佛听到了一声 清脆的碎裂声 体内那刚刚稳定的蚊弓 又开始地坍塌 而且 速度比刚才要快上一倍不止 方神秀浑身颤抖 不可能 五道不可能这么强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方神秀看向陈洛 浑身的浩然正气 仿佛开了闸一般 从体内散发出来 冲断了发簪 一时间 方神秀双眼血红 身后长发扬起 仿如蜂魔 怎么回事 远处 方家大如面无血色 他不明白 方神秀怎么突然 就陷入了魔障 就在此时 他又听到了浪飞仙的一声轻笑 方家那小子 之前应该是止住了文公崩塌 结果 你告诉了他我家小师弟的身份 他一时接受不了 又崩了 则则则 看不出来 那小子心里竟然一直将我家小师弟 当作圣道之敌啊 也心不小 这下好了 玩犊子了 方家大如文言 瞬间手脚冰凉 他呆呆地看向方神秀 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 方神秀 此刻已经忘记了擂台 忘记了自己来崔家的目的 他只有一个想法 杀死面前的陈洛 文公的崩塌 为他提供了一股凶利的力量 他猛地将手指放在嘴边 用力一咬 顿时手指鲜血如柱 他抬起血手指 凌空书血 他写下了一个字 刚 三刚五常 如门之礼 天理判五常之后 便是天理立三刚 胜为人刚 父为子刚 父为七刚 这是一切里的根本 是一切里的根源 是方家家学的核心底论 天理立刚 这是方家大如级别的神通 此刻的方神秀 用尽所有的力量 勉强构造了一道天理立刚的雏形 方神秀又是喷出一口鲜血 瞬间那道钢字 带坐了数道青黑色的光线 射向了陈洛 陈洛心中警觉大作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 由锁链构成的铁龙 朝自己飞来 他正要凝聚真意正面应对之时 突然动作一顿 此时此刻 他神魂海中的生死部微微颤动 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 传荡了出来 陈洛瞬间扶至心灵 生死部 写尽妖鬼之事 寄满红尘轮回 笑傲江湖 杜师娘怒沉百宝香 多情剑客无情剑三国演义 与驸马一本本陈洛书写过的书籍 在陈洛脑中飞速闪过 再抬起头 看着那立刚神通画作的铁锁牢笼 陈洛轻轻摇头 抬起了拳头 轮理刚长 不是你放在定的 一切自在人心 这种尾刚 不堪一击 陈洛猛的一拳挥出 呼呼拳风声中 仿佛夹杂着哭声 笑声 悲声 怒声 有婴儿牙牙血语声 有少年嬉笑游戏声 有鞭炮齐鸣洗竹燃烧声 有沉闷沧桑无力哀叹声 还有那唢呐穿云 夹杂着悲气哀悼声 好一拳人士 好一拳人心 陈洛一拳砸在了铁锁牢笼之上 顿时铁锁牢笼寸寸裂纹 继而崩碎 转眼间化作了烟消云散 陈洛的全是未止 一路而去 最终停在了方神秀的面前 那拳风将方神秀批散的长发 打断了树根 随风飘荡 这是 什么神通 方神秀正正问道 武道神通 人世间 陈洛淡淡说道 刚刚领悟的 方神秀愣了片刻 点了点头 好热闹的神通 方神秀缓缓闭上了眼睛 仰面倒地 昏了过去 第402章 纳摩阿弥陀佛 一道身影 从远方的天空飞掠而来 落在了擂台之上 方家大如看了眼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方神秀 紧接着眼神复杂地 看向陈洛 下意识运转体内的正气 却猛然反应过来 立马强行压抑住自己的气息 浪飞仙和云丝摇 可还看着自己呢 方家大如身出手 一道浩然正气 将方神秀托起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贵我两家 恩怨已经不必多说 你将方家道理是做洪水猛兽 却没有看见方家之学 千年来总计供养出43位半生 其中一半 以为人足胜养 罢道也好 无情也罢 甚至你们口中说 我等走错了方圣的道路 半成如圣半如魔 但不可否认的是 方家之学 是最接近天道 也最容易丰盛的道理 方家大如看似语重心长的 以大如之尊 与陈洛认真辩解 但又何尝不是轻描淡写之间 将陈洛方 才碾压方神秀的威势 连消带打地化去 陈洛朝着方家大如拱了拱手 算是对人足大如表示尊敬 随后笑道 个人做个人的学问 各家有各家的道理 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你家请客 你要我也欢心鼓舞 你家出病 你要我也唉声叹气 你做学问 却非逼着 我认同你的道理 这就不合适了吧 仁义道德 从来不是束缚他人的枷锁 而是规范自己的底线 孔约成人 孟约取义 针对的对象都是自己 方家大如微微皱眉 世人愚昧 你不为他们扎下礼仪的番礼 设下言行的规范 这天下岂不是大乱 这里也就无处追索 陈诺轻轻摇头 敢问一句 你在番礼里吗 方家大如嘴动了动 突然发现 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若是回答在番礼里 那你扎番礼 怎么保证公平 怎么保证 自己不留下一个漏洞 若是回答在番礼外 那番礼外是什么地方 没有礼规范的地方吗 方家大如皱眉 问道 那吴侯你呢 陈诺也不计较方家 大如逃避问题的态度 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心 我没有番礼 只有一颗心 心无外物 天地皆在心中 哪来什么番礼 心 方家大如突然感觉 自己的大道有一丝颤动 陈诺这句话里 似乎包含着无数条道理 此刻 却又晦涩不明 但是凭借大如的心血来潮 他能感应到 陈诺的心 对方家的礼 似乎有极大的威胁 但是这怎么可能 陈诺再厉害 也不过是武道之主 何德何能 对他方家的礼学大道 构成威胁 二者都不在一条通天道上 风马牛不相及吗 这不是战力能做到的 这是一种新的道理体系 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 与方神秀不同 他的见识要高远得多 方才方神秀的天理 叛应失效 早就被他看穿 那是陈诺施展了一种神魂秘法 可以吸收吞噬神魂攻击 譬如妖族的上古异兽滔 就擅长此道 唯一让他有些意外的 是最后陈诺击碎方神秀 三缸神通雏形 而展现出来的武道神通 那道神通 似乎对方家的神通有所克制 但也仅仅是意外而已 毕竟有些术法神通 相互克制的事情 也算正常 这个就是拼实力了 好比水能灭火 但是熊熊烈火 也能让水蒸发 可是陈诺这一句话 却让他感觉到 自己的大道微微颤动 如门道脸 方家大如的心神恍惚了一下 感应到已经平静下来的大道 自嘲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 之前陈诺是激发了武道共鸣 才惹来了佛门的注意 但是如今 陈诺只是平平常常说了一句话而已 怎么可能触动方家的理学大道 不动法而口喊天线 不掩道而言出法随 那可是圣人治理才有的威呢 不是对半圣尊称的那种圣人 是实打实的真圣人 想到这里 方家大如竟然没来由地松了一口气 想来 应该是自己 被浪飞仙震慑 才会出现之前的情形 不过这样一来 他也没有再和陈诺多说的兴致 朝着崔有杜微微拱手 崔家主 此战我方家认输 崔有杜刚要开口 突然一道挖鸣响起 呱 堵住别忘了 方家大如一抬手 一道清光飞向了陈诺 陈诺伸手抓住 赫然是那枚圣心欲 方家大如没有注意到 就在他和陈诺在口舌交锋的时候 被他正气包裹的方神秀的眼皮 微弱地动了动了 心无外物 天地皆在心中 方神秀似乎听到了什么 想要再询问陈诺问题 却没有力气睁眼开口 曲家与邹家的名额 老夫会亲自登门归还 方家大如说完这一句 带着方神秀 直接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柳公子 厉害啊 石乐智感叹了一声 两拳破刚长 一语退大如 真不愧是慈圣刘景庄之职 众人鄙视地看向石乐智 曹你 没看到方神秀 因为知道了吴侯的身份 都疯了吗 你怎么还叫柳公子 当大家都失了智吗 那五道神通没看见吗 当大家瞎了吗 众人都看向陈诺 奇奇拱手 恭喜柳公子 陈诺哈哈一笑 还礼道 刘某多谢诸位支持 一时间兵主尽欢 崔有度干咳了一声 挥了挥手 立刻就有崔家子弟上前 引领着这帮观战的如生出府 众人也知道 崔家和陈诺另有事情商量 当下也不做久留 毕竟入城时 见到吴侯三师破题 今日又亲眼看见 吴侯与方神秀大战 早已是谈资满满 收获颇丰了 心满意足地出了府 不过 众人眼神传递坚确 也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 这事是柳尼柳公子做的 吴侯还在东苍城吗 不长功夫 崔府又重新安静下来 外人走得一干二净 崔有度走到陈诺面前 恭身一礼 常常以依 说道 今日多谢吴侯解围 客气 陈诺摆摆手 正要说话 此时崔有度又高喊一声 崔是第八十六代家主崔有度 见过师叔 陈诺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其他崔家人 更是奇奇高喊 像崔福林这一辈的人 甚至都双膝跪下 拜向陈诺 见过师叔 使不得使不得 陈诺吓了一跳 连盲侧过身子 不敢受理 伸手去扶崔有度 崔有度却硬攻着身子 说道 初次拜礼 不可马虎 请师叔受下 陈诺求助地看了一眼云丝摇 云丝摇微微点头 陈诺这才轻轻叹口气 好 都起来吧 听到陈诺这么说 众人才纷纷起身 先是崔有度 随后按年龄 顺序一次起身 再然后是下一辈 一个连着一个 绝没有抢着起身的人 过了一会功夫 总算所有人都站起了身 陈诺才苦笑一声 崔前辈 方才只是临时救急 当不得数 崔有度摇摇头 大伯虽然先是 但他是身前定下了 任您为主的意愿 况且 六道主之事 本就是崔是引来的祸端 因此 原本就是要拜您的 只要不嫌弃 是我崔是高攀 理不可费 可是 陈诺还要说什么 云丝摇踏前一步 说道 崔是数千年文华 让小师弟来当这个长辈 确实太重了 依我看 小师弟的身份 记录在崔是族制变好 平日里 莫要再提示 书师组这样的称呼 不然家师 都不敢来崔家了 陈诺点点头 对对对 咱们各论各的 辈分什么的 埋在心里就好 崔有度看着陈诺 想了想 便点了点头 那就随无猴了 哈哈 前辈客解 陈诺轻松一笑 突然想到什么 将手中的圣心玉 往前一递 这是方家的 不等陈诺说完 崔有度就将那圣心玉 给挡了回去 这是无猴的战利品 还请收好 云丝摇点点头 小师弟 这圣心玉对你有用 你先收下 又看向崔有度 之前崔山缺前辈的 大儒文宝 就重新交还给崔家 算是抵上圣心玉了 一码是归一码是 崔有度摇摇头 从怀中又取出一枚储物件 递给陈诺 昨日福灵 已经将无猴的需求 和我提过了 这里面是崔家历年积攒的 次品大儒文宝 总共16件 若是不够 我崔家再去逃换一些 16件 陈诺一愣 崔家不愧是大儒家族 连忙点点头 说道 够了够了 这一次 是我占便宜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何须客气 崔有度将储物件 塞进了陈诺的手中 一番交流过后 陈诺收拾心情 重新回到了 怀人院的书房之中 这一进一出 发了大财不说 还涨了一倍 看来霉运有所消退啊 小师弟 这圣心欲 是半圣从自己的 如心天地中提炼而出 云丝瑶认真 和陈诺解释 儒门修行 和福道相比 最擅长的 就是调动天地之力 但是天地之力 终究是外物 因此一品之后 儒门就要求索一方 自己的天地 儒门丰盛 开天辟地 云丝瑶拿起圣心欲 这圣心欲 就是在这样的 心天地中 孕欲提炼而成 因此 其中蕴含着 精纯的鸿蒙之气 方家道理 不值得去感悟 不过这圣心欲中的 鸿蒙之气 却是难得的精纯 对你应当大有好处 按我教你的法子 试一试 陈诺一愣 我来试 要不先抽两件 大如文宝殿下 金呱呱眼前一亮 来活了 看到陈诺迟疑的模样 云丝瑶一笑 没关系 圣心欲不算 此方天道之物 天道霉运 不会影响你 啊 陈诺一愣 随即面露喜色 这样啊 呱呱 陈诺喊了一声 金呱呱 呱 在呢 你出去一下 金呱呱 渣男 陈诺逗了一下金呱呱 随即把手放在 圣心欲上 睁开眼 他仿佛看到 一个黑暗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 有一团如火焰般的 气息生腾 这就是圣心欲的 鸿蒙之气 陈诺伸出手 那团火焰气团 飘到了陈诺手掌之上 一股暖意瞬间在陈诺 全身流转 果然有点不一样 陈诺闭上眼睛 心念一动 眼前的景象随之一变 在睁开眼时 已经出现在了梦境花林 难得不受天道霉运的影响 我如果用这团鸿蒙之气 开一本新书 会是什么书 陈诺心底 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之前 是打算用鸿蒙之气 把 巴仙德道转 后面的章节解锁 但是这团鸿蒙之气 用来解锁章节 总觉得亏了 反正外面 还有十几间大如文宝 还存着五道鸿蒙之气 足够了 陈诺打定主意 朝着六千里花林松开了手 顿时手中那道火焰气团 飘向了六千里花林 与此同时 天空中的气韵 如同瀑布一样倾斜下来 这么多 陈诺瞬间肉痛起来 不过很快 那花林中 阵阵幽香传出 一只金色的孔雀 从花林中飞了出来 孔雀 陈诺揉了揉眼睛 没错 是孔雀 那孔雀直接撞向了 陈诺的身体 陈诺一愣 脑中浮现出一本书籍 与此同时 一手旋律 也在陈诺的耳边响起 鞋儿破 猫儿破 身上的袈裟破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扇破 那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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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陈诺的前世 所有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有那么几个人物 是永远绕不过去了 首先是一只 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 拿着一根棍子 占天斗地 翻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高喊一句 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他告诉了孩子 什么叫勇气 然后 是一个扎着两个小啾啾 穿着一个红杜兜的熊孩子 调皮捣蛋 翻江捣海 最后 为了满城百姓 割肉还腹 削骨海姆 一命化干戈 最后在亲戚脸藕中重生 不沾惹半点误会 他告诉了孩子 什么叫担当 最后 就是一个拉里拉他 喝酒吃肉 没事就在身上 瞎挠挠的乞丐和尚 疯疯癫 却又正正经经 但有人求告 无所不应 但有人遇难 无人不救 他告诉了孩子 什么叫慈悲 如今 陈诺脑中浮现的 就是这本活佛之书 《记功全传》 如果说 《八仙德道传》里的八仙 代表了男女老少 贫贱富贵 象征着人人都可成仙 那 《记功全传》 就是告诉世人 开心豁达地做一个人 多行好事 自有福报 《记功》 法号道计 又因举止疯癫 被叫做记癫和尚 俗名李修元 而他的故事 就要从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大善人身上说起了 话说胎州府天胎县 有一位罢官回击的经营节度使 姓李明茂春 娶妻王室 李茂春在家中乐善好诗 修桥补路 福威即困 东施棉衣 下施汤药 这一日 李大人在街市闲逛 人都呼之为李善人 内中就有人说 李善人不是真善人 要是真善人 怎么会没儿子 陈洛从梦境花灵中醒来 自然迫不及待地开始书写 《记功全传》 此时正是第一回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将士投胎 云丝摇坐在陈洛身边 一边替陈洛言没 一边将心神落在陈洛正在书写的文章之上 只见陈洛落比如非 很快就写到了李善人叩拜佛祖 求子祈福 却见佛像坠地 数日后 王室就有了身孕 铃声之时 红光照怨 异相扑鼻 然而婴儿哭声不止 三日不歇 似乎是故事的古怪 吸引了云丝摇的注意 他眼眸的手缓缓慢了下来 精致的双眉微微促起 直接侧过身去看陈洛的文章 因为这样一侧 离得近了 陈洛顿时 嗅到了云丝摇身上的清香 心神一晃 连忙打起精神 继续往下写 接下来就是国卿寺方丈性空奉来贺礼 李善人说了 孩子啼哭不止的事情 信空说道 好吧 随后 李善人将心生的婴儿 抱给了信空和尚 那婴儿一见信空 居然就不再哭泣 反而啼笑起来 信空伸手摸着那婴儿的头顶 说道 莫要哭 莫要笑 你的来历我知道 你来我去两抛开 省得大家胡依靠 陈洛写完这句打油诗一般的佛迹 猛然间一遍抖声 只见一道红光从书页中散发出来 寝客间笼罩了整个房间 莫名声出扑鼻一箱 云丝摇下意识将陈洛的手握住 拉到自己身后 自己则浑身浩然正气运转 就在此时 那书页中突然又传出了一声龙吟 龙吟之后 就是道道经文送念之声 那未完成的书页凭空升起 一时间 一尊尊手掌大小的虚影 在书页上呈现 有尊者端坐神路 若有所思 坐路罗汉 有尊者养手欢庆 心花怒放 欢喜罗汉 有举波罗汉 托塔罗汉 静坐罗汉 有身负金卷 拔山涉水的过江罗汉 有齐相轩昂 目击四方的齐相罗汉 有孝师罗汉 开心罗汉 探守罗汉 有沉思罗汉 瓦尔罗汉 芭蕉罗汉 有乾坤宝黛 欢喜如意的布袋罗汉 有通察大千 心领神会的长眉罗汉 有看门罗汉 还有俯虎罗汉 十七尊罗汉法 相上下分散而作 一句句无法听清的吟诵之音 却如同天音般悦耳 紧接着 十七尊罗汉须影朝着 那金光融合 化作一个巴掌大小 看不清脸的罗汉人影 此间末法 我当来 那模糊的罗汉说了一句 随即迈步走向了陈洛 那十七尊罗汉 一个个面露欢喜 随后一一消散 随着十七尊罗汉 虚影的消散 那模糊的罗汉人影 却愈发清晰 竟然和陈洛有七八分想象 他无视了云丝瑶的阻拦 直接来到了陈洛的面前 朝着陈洛和十一里 陈洛自然知道对方的身份 也何时还礼 佳业尊者 佳业尊者 降龙罗汉 降龙罗汉微微汉手 有乱法者 辛劳你了 陈洛轻轻一笑 他明白 这并不是自己前世 那无边佛法中的 降龙罗汉真身 而是由 寂宫全传中蕴含的 佛异道理显化而来 那十七尊罗汉虚影 则是佛异道理之后的 佛法精髓 寂宫全传 还无法显化菩萨 乃至佛陀 看着此时 已经完全和自己一样 模样的降龙罗汉 陈洛趁着不多的时间 问起来不相干的事情 为何变成了我的模样 那降龙罗汉微微摇头 你看到的是你模样 他人看到的 就是他人的模样了 尊者 佛是无相的 话音落下 那降龙罗汉踏步向前 走进了陈洛的脑海之中 事件 报护法 陈洛说了一句 加夫而做 从《寂宫全传》中写道 李修元被信空大和尚 开始根本信源 而停止哭笑之时 陈洛就扶置心灵 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以《寂宫全传》中一丝佛意为影 开神魂三书中的佛魔之书 目前为止 陈洛已有妖鬼之书生死步 神仙之书封神榜 唯有佛魔之书尚无痕迹 今日 要开了 会是什么书呢 陈洛心神落入神魂海中 那辽阔的神魂海上 一点光芒如天上北极星闪耀 那是梦境花灵的入口 光芒之下 生死步 风神榜 一在东方 一在南方 此时 那想龙罗汉的金身浮现在神魂海中 他先是望了望生死步 微微点头 红尘地狱 善恶有报 随后又看向风神榜 轻轻笑道 天道昭昭 星宿归位 最后 他看向陈洛的心神 和时道 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 话音落下 想龙罗汉的身影画 做了道道金光 飘向了西方 那金光在西方汇聚 凝聚成书册的模样 陈洛定睛看去 只见那书册 并不是如同生死步一样 是一本极册 也不想风神榜 一般是一卷卷轴 而是整齐的三册经文 叠放在一起 虽然只是轮廓虚影 齐上的字道也可以分辨 最上 为 法 中间 为 论 最下方 为金 陈洛一愣 瞬间就明白 这是什么了 如来曰 我有 法 遗藏 谈天 遗藏 说地 金 遗藏 夺鬼 关于 我大乘佛法三藏 能超王者升天 能度男人脱苦 能修无量寿身 能做无来无去 佛墨之书 大乘佛法 三藏真经 可佛墨之书 刚刚浮现虚影轮廓 陡然间金光大放 光芒几乎照耀了整个神魂海 陈洛只感觉眼前一花 再睁开眼 自己竟然站在了五道通天路上 怎么回事 好端端 怎么被吸引到五道通天路上 陈洛心中刚刚升起疑问 突然间心有所感 他低头望去 猝然一惊 在六千里五道下方 不知远近的冥冥之中 竟然有一道虚幻的金光通天路 绵延至深处 万里之遥 佛门 即便现在是心神化身 陈洛依然感觉到 心脏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 这是 一条新的佛门大道 万里通天路 三藏真经的本相 竟然是大乘佛法的万里通天路 就在陈洛正住的时刻 突然间一道声音 在陈洛的耳边响起 小家伙 你是要累死老人家吗 陈洛一愣 转过头 就看到一位沧桑老者 骑着青牛 竟然出现在冥冥之中 前辈 陈洛连忙失礼 那老者淡淡摇头 目光落在那虚幻的金光大道上 嗯 佛门大道 比上古那帮兔子的大道感觉 还要纯粹一些 有点缥缈的味道 只是 还是虚影而已 可经不起磕碰 先收起来吧 免得那帮魔佛崽子折腾 烦他们 说着 他朝着那虚幻的金光大道一指 那万里大道 竟然如同纸张一般折叠起来 那大道越折越小 最后化作了一个小小的光点 重新射入了陈洛的心神之中 陈洛还想问问那名骑牛老者 可是一转头 明明空间 却空无一人 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幻景 道祖吗 陈洛心中想到 不过看那模样 是不想和自己有过多接触 陈洛再次上下左右看了看 确实没有金光大道的踪迹 这才松了一口气 重新回到了神魂海中 那西方的三藏真经 依然悬浮在半空中 仅仅只有一个虚影轮廓 只是此时 那三藏真经 似乎给陈洛传递来一道消息 向东 陈洛微微皱眉 向东 第404章 罗汉拳 第405章 罗汉拳就在降龙将士 以自身佛意 引出三藏真经 随后 三藏真经化 就万里通天佛门大道的同时 东苍城中 一场大好的热闹 也正在进行 论剑阁 阿达摩深吸了一口气 走上了擂台 他双手合十 对着面前的对手毅力 在他对面的 是一位看上去20岁左右的儒生 韩笑对着阿达摩也是回礼 见过少林大师兄 在陈洛的设计中 五院中并不是以门派为区分 各立山头 而是在五院中 划分出了类似前世大学那般的院系 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资质与兴趣 定下主修和辅修 无论学哪门哪派的功夫 最终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 五院弟子 而在五院中 每一门城体系的武学 都会选出一名成就最高的弟子 成为大师兄或大师姐 组成五院联合会 与陈洛指定的五院供奉团 一起管理整个五院的运作 首任少林大师兄 就是阿达摩 自从五院成立以来 少林就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 论背景 有道门暗中资助 武当简直就是开了挂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太极拳 太极剑更是寓意深厚 论气度 逍遥派则是人气爆棚 灵波微步 北明神功等等 都透着一股飘渺仙气 尤其是逍遥派弟子 无论男女 容貌身段都是上上之血 这更是对出入舞者之路的年轻人 造成了巨大的诱惑 除此之外 被郭靖和乔峰加持的丐帮 看上去写鬼师则光明的名叫 也都是大热院系 而苏浅浅担任大师姐的峨眉派 也是不少女性舞者的首选院系 甚至 就连一直处于院系笔诗恋底层的五月剑派 因为浪飞先荣诗意剑刀入五道 导致剑修实力猛增 最近一段时间 申请弟子也是暴涨 唯独在陈洛书中 号称泰山北斗的少林 一直不温不火 即便有天龙八步 忠扫地僧的逆天形象再现 也让人不敢亲近 究其原因 不外乎三个 首先便是西域佛门的关系 在大学民众心目中 对佛门向来是没什么好印象 而少林的禅学 似乎和佛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天上就让人心中有所抗拒 再加上有些自作聪明的言论 也甚嚣尘上 认定少林和佛门道理相左 届时 陈洛为了武道 可能会舍弃少林 因此 很多人在选择少林式 都是心存顾虑 其次就是少林的武学门槛 与其他武学直接领悟不同 虽然理论上 少林武学人人可学 没有资质困扰 但是事实上 却需要先掌握对应的佛学道理 才能进而掌握武学 这就比其他人要慢了一步 若是佛法不通 那少林武学 也就成了净花水月 最后 就是陈洛的态度了 陈洛并无意 将禅学当作一门宗教来建立 而是将其定位成 一门特殊的学问道理 因此 少林武者并不会主动 向普通民众传播教义 我做我的修行 我帮你 爱你 但不求你攻我 信我 所以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少林虽然名声响亮 但弟子的数量 却是极少的 阿达摩目光如电 看向自己的对手 他虽求佛 但也是一名武者 大好佛理在前 却无人亲近 这是他最急切的事情 他希望凭借自己 武道超凡的表现 吸引到更多人的目光 让更多人了解 他接触的这一门佛意 而论剑阁 就是最好的舞台 可以开始了吗 那如生温和说道 此人姓炎 明炎本玉 正是当初赠送陈诺 吊手图的炎氏子弟 主修炎氏画道 阿达摩点点头 请 炎本玉也不客气 立刻向后退出两步 一道空白的画卷浮现 炎本玉心念微动 磅礴的浩然正气 落在的画卷之上 顷刻间 画卷上清光一闪 笔墨万剑从画中来 朝阿达摩射去 朱兄 你看这一场 阿达摩能赢吗 论剑阁之外 金赫兰大儒看向论剑阁 问向身边的大儒朱赫松 这两位大儒 今日轮值五院 坐在供奉堂里 闲着无聊 就将目光落在了论剑阁 朱赫松眯了眯眼 不好说赢不了 但也不能说不会赢 一半一半吧 你觉得呢 金赫兰微微皱眉 是我在问你还是你在问我 朱赫松一愣 你在问我呀 然后我又访问了 这个都不懂吗 你个假大儒 金赫兰府额常叹 我再跟你说话 我就是你孙子 哎 都大儒了 就不要说伦理梗了 再说了 你也没有祖母啊 你也才没有祖母呢 你看 你这不是当孙子了吗 听着两人的斗嘴 早已习惯的 仲大儒微微一笑 向几轩站出来打圆场 说道 我看阿达摩赢下来很难 吴侯开五到六千里 但是至今除了吴侯自己以外 其余的五到中人 距离六千里 还有一点距离 那些天才 都在憋着狩猎高级血脉呢 说起这个 另一位大儒淡淡点头 如今埋怨上烽火四起 塔古的汉部分崩离析 倒是有不少高等血脉难逃 说起来 集中已经有八九天没回来了 他身上的保命之物没有触动 应该没有危险 我看可能是有大收获 话说回来 目前为止 以三千里五到修为战胜六千里 如道门人的 只有祭中一人吧 金赫兰皆话道 正是 那季公子 因为浪大先生的容道 建议威力大增 击败了道门的苦与真人 此时 因为面容苍老的大儒点点头 那炎本裕 是炎家的六瓶启蒙镜夫子 也是儒门中的俊才 绘画一道 虽然说成圣极难 但是在大儒之前 却是儒门最强大的戏别之一 阿达摩对上他 我看胜率不足一成 我看未必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炎家的家主炎天兵 不知何时也来到这供奉堂 他朝着众人一礼 笑嘻嘻说道 老夫这侄孙 莫看现在是以虚画石 召唤画中之物攻击 但是他六千里的力道 根本是画道中的虚一道 老夫近日 也看过少林书籍 其中对于新境的阐述 倒是别开生面 或许就克制住了 这虚幻的法度 拆着自己家子弟的台 炎天兵笑嘻嘻的毫不在乎 其他人不知道的是 就连这一次挑战炎本裕 都是炎天兵向阿达摩建议的 大儒之间还在对话 论间隔上 阿达摩与炎本裕 已经交手了数个回合 其中 炎本裕以画本召唤出万剑齐发 猛将冲阵 又唤出雷电寒风 水火土石 而阿达摩也不断施展金钟罩 狮子吼 无相截止 龙招手等等武学 双方打地有来有回 让场下观众看得眼花缭乱 赞叹不已 少林武学 很强啊 有武者由衷感叹 平日里 觉得那些少林学子 就是皮操弱厚了一些 不过现在看阿达摩出手 才发现 少林武学根基之沉稳厚重 又繁复多样 自然 不然武侯怎么会在书中如此推崇 有人附和道 只是 我都想改修少林了 先不要下结论 炎夫子目前都是如生境界的手段 再看看 有人冷静说道 此时擂台之上 炎本裕见缠斗中 没有丝毫疲惫的阿达摩 也是微微醋眉 发现对手比想象中的难缠 于是低喝一声 小心了 说着 手中浮现一只毛笔 炎本裕毛笔到持 朝自己的眉心一点 瞬间炎本裕的身影一个闪烁 竟然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个炎本裕 随后 两个炎本裕如法炮制 再次起起点向自己的眉心 又化作了四个炎本裕 出现了 画道术法 以假乱真 有人惊呼 这是画道术法 凭空画出一个自己的强大术法 据说到了大如层次 甚至能将 自己对天道的道理和感悟 也画入这画像分身之中 然而 这只是开始 四个炎本裕分裂四方 手中的毛笔在虚空中飞快挥动 似乎在画着什么 阿达摩自然不能让炎本裕如愿 立刻冲向其中一个炎本裕 就在此时 另一个炎本裕 突然停下动作 毛笔朝着 阿达摩一指 顿时由笔墨形成的锁链 从擂台之下伸出 将阿达摩的腿缠绕住 阿达摩红尘器运转 挣脱笔墨锁链 可就是这么一刹那的功夫 那四名炎本裕 已经完成了第二道画道术法 张开了一道青色的结界 将阿达摩困在其中 画空坐牢 阿达摩眼前一花 就发现自己站在了熟悉的 西达多王宫内的花园上 画空坐牢 并非画地为牢那样的束缚法术 而是一道神魂幻术 在空间中布下一座画牢 画牢中人会不由自主在神魂里 画出最让自己恐惧的事情 而阿达摩隐藏在心里的大恐怖 就是那遮天的剧场 西达多王族 修行一交 当面 又是那梦中无数次出现的声音 在耳边乍响 阿达摩抬起头 原本清澈的天空 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手掌 朝王宫按下 幻觉 是幻觉 阿达摩心中不断告诉自己 他强迫自己抬起头 看着那落下的如山剧长 他神魂清澈 他知道 这是由严本玉术法引发的幻觉 更是他心底最深处的恐惧 我已得正法 不惧外道 阿达摩猛然跃起 朝那剧长打去 砰的一声 阿达摩浑身被那剧长打成了血墨 阿达摩睁开眼 他又一次站在了王宫的花园中 西达多王族 修行一交 当面 灰红的声音再次响起 仿佛就是刚才的幻境 又重演了一遍 我已得正法 阿达摩口中送念 那摩阿弥陀佛 说着 他再次跃起 迎向那剧长 砰的一声 阿达摩再次被打成血污 阿达摩第三次睁开眼 依旧是在王宫的花园中 西达多王族 修行一交 当面 那声音第三次响起 阿达摩目中露出迷茫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破不开这个幻境 难道是自己根本没有领导正法真意 为什么 与此同时 论剑阁中 严本玉见到阿达摩的两眼中 竟然流下了血泪 心中一挤 这不是花牢的效果 他连忙动手 打算撤去术法 就在此时 那术法中竟然传出一股力量 直接打断了严本玉的施法 严本玉感觉神魂被重重一击 吐出了一口鲜血 几乎下一刻 严天兵和向己轩的身影 同时出现在擂台之上 两人目光严肃 望向画牢中的阿达摩 家主 严本玉见到严天兵 立刻喊道 快 快撤了这术法 我撤不掉 严天兵和向己轩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是面色严肃 他们感应得到 这画牢之术 充其量只是个影子 眼下真正在对阿达摩攻击的事 是阿达摩在一次次轮回中 对佛门产生的恐惧 阿达摩是西域之人 阿达摩只是他这一世 而前几世 必然也在某位菩萨的佛国净土中轮回 这种天然的恐惧 来自佛门万里路的威压 只有半圣颂文 或者道尊赐福 才能化解 他们 也无能为力 尽力而为吧 严天兵叹了一口气 正要召唤自己的家国天下降临之时 突然间 那画牢中的阿达摩动了 他抬起了拳头 神魂幻景 一次次死亡 让阿达摩心中无限伤痛 不是破不了幻景 而是破不了这恐惧 他不断诵念着禅学的佛经 可是所有的道理 在那剧长面前不堪一击 我所求的是正法真佛吗 阿达摩心中刚刚出现这一丝怀疑 又猛然摇了摇头 将这个杂念抛去 正法真佛 就在我心中 你的万里 到不了彼岸 说完 阿达摩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 再次握紧了拳头 一时间 阿达摩心花绽放 可惜 未见苦海普渡之路 话音落下 突然有一道旋律 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落入了阿达摩的耳中 斜而破 帽而破 身上的袈裟破 随着这道声音 阿达摩眼中金光流转 眼底似乎出现了一道金色的万里大道 通向无尽清明 阿达摩再眨了眨眼 那金色的万里大道消失不见 但是一道道力量涌向了阿达摩的拳头 他举起拳头 朝着那青天巨掌 一拳打去 刹那间 道道金光从阿达摩的拳头上飞出 剧长的伤口金光大放 就在阿达摩的眼前一寸寸崩裂 乌云退散 一道阳光照耀在阿达摩的身上 阿达摩双手合十 对着南方长长一拜 望着被一拳打崩解的画牢 阎天斌嘴角抽了抽 望向向几轩 这是什么拳 没等向几轩回答 阿达摩的声音传来 少林 罗汉拳